我們推行國情教育的其中一個方針 就是要以兒童為本 所以我們亦都會因應小朋友的心理特徵 去設計一些適合他們的活動 我們幼稚園每週開課的第一天 都會舉行升旗儀式 升國旗的時候 全部學生都會齊集在廣場 負責升旗的同學 就會步操入廣場 然後慢慢升起國旗 幼稚園的學生雖然年紀小 但是大部分的學生都會縮納 莊嚴地注視國旗的升起 其實升旗活動也都非常適合小朋友的發展 配合步操的音樂節奏 小朋友很自然就能夠投入活動 愛國的情操也都是自然而生的 為了讓每位幼兒都能夠在升上小學之前 能夠擔當這個升旗手和護旗手 我們透過大哥哥大姐姐的計劃 鼓勵小朋友先做好自己 然後才可以合資格擔當這個升旗隊伍 所以能夠成為升旗手和護旗手 對他們而言都是一份光榮 大山紅榮 依我們的經驗我們發覺 以滲透式和以兒童為本的原則 去推行國情教育是非常有效的 亦都是非常得到小朋友的歡迎和家長的支持 其實每次你見到小朋友 他們能夠這麼認真 這麼投入 還有他們這麼小時候都能夠做到升旗 還有見到其他小朋友 都是小小時候都是看著角度去升 這樣其實都是很感動的 很開心 為什麼這麼開心呢 因為我有機會做到星期第五 我做到星期六呢 覺得自己站得很頂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